这颗风雨兰前期没把它当回事儿养的不太好 那么到后期树立开花 咱们把这个经验给大家分享一下 养它你家的阳光OK 你家里至少得四个小时以上的光照 你光照少了它怎么样 它不开花 你光照少了它叶片矮爬的 打蔫儿下垂 那么就像养了一颗红饼的韭菜一样 你想它开花 必须你家里有南洋台的一个采光环境 第二个就是风雨兰的一个种植的问题 风雨兰种植的时候 咱们尽量用矮点的盆 网上有卖那种矮点的加仑盆 尽量的盆稍微浅一点对它来说会好一些 盆土过深的话它容易烂 那么咱们平时浇水 可以等盆面干个两三厘米左右 咱们就可以给它浇水 它的抗汗性是比较强的 咱们要稍微懒一点去养它 来给它笑一个 它养护过汗的时候就像我这样 底部会干没一些叶子 这些都没有问题 因为它里边是种球的 我吹花用肥的话 就是那个光花型的营养液 大概是10天到15天左右 我会给一回进行一个吹花 那么最后说一下后边 最后说一下它这个球是深埋还是浅埋 咱们扒土看一下 我埋的比较浅 它这个球上半部分 用土微微盖上 那么就OK了 这个球不要埋得过深 埋得过深的话 浇水控的不好的话 那么它就会烂球 那么整体养护就五个字 光好偏汉养 适合懒人去养护 勤费也养不了 别忘了点赞关注 啊